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最后一批26名巴勒斯坦在押人员 为巴以和谈的前景增添了变数 美国国务卿克里31号紧急前往中东地区 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以及巴勒斯坦首席谈判代表埃雷卡特会晤 但并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1号宣布 将签署12份国际条约申请加入联合国机构 作为对以色列违反协议的回应 对此美国国务院表示 美国希望巴以双方保持克制 克里将于2号返回中东地区 继续参与和谈 对于以色列要求美国政府释放被关押的 以色列间谍波拉德 以换取以色列释放最后一批巴勒斯坦在押人员 之前拒绝就此问题进行谈判的美国 态度有所软化 表示还没有做出决定 但也没有排除释放波拉德的可能性 而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议员 对此反应不一 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罗杰斯表示 把释放波拉德作为谈判选项 是严重的错误 将会削弱美国的地位 而亲以色列的议员 包括资深参议员舒默 则表示 波拉德已经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因此支持将他释放 富黄卫视 王宾如陈一秋 华盛顿报道 另一方面 美国长春藤盟校的竞争 越来越激烈 最新公布的数据又显示 2014年长春藤盟校的录取录 再创新低 平均录取录不到9% 长春藤盟校公布的 2018届新生录取数据 在253472名申请者中 只有22624人被录取 平均录取率为8.9% 其中普林斯顿大学 过去10年申请人数几乎翻了一倍 但录取率今年直跌到7.28% 康奈尔大学 虽然是长春藤盟校中 录取比例最高的 但也只有14% 宾夕法尼亚大学 降到9.9% 布朗大学8.6% 耶鲁大学为6.26% 其他几所大学 录取率稍微有所提高 哈佛大学7年来 录取率首次上升 但仍然是长春藤盟校 中录取比例最低的一所 只有5.9% 哥伦比亚大学 录取率提高到6.94% 达特茅斯学院则比去年更高 达到11.5% 普林斯顿大学 招生院院长拉普利表示 人们过于关注长春藤学校的录取率 而忽略了应该关注的部分 录取的关键在于找到最合适的申请人 防卫是郭晶晶 李战青 洛杉矶报道 来看今天拉美和加拿大的西文终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回来来看今天美洲快讯的具体内容 因涉嫌抄袭iPhone功能 苹果将于本周向三星发起新一轮的专利诉讼 并计划寻求超过20亿美元的赔偿 据悉 此次苹果三星专利诉讼案 仍将在美国加州的圣核赛法庭展开 此次苹果将利用五项实用新型专利对三星提起诉讼 这些专利包括iPhone的自动校正错误单词 滑动解锁主屏 使用Siri语音技术的搜索功能等 鉴于苹果此次提出诉讼涉及到多款不同智能手机专利技术 因而将有多家公司高管出庭作证 包括苹果公司营销总监菲尔席勒 以及来自谷歌安卓操作系统的工程师们 最新的研究发现 在手术前服用阿斯匹林可能造成更多的负面影响 研究人员分析了超过1万名进行过大型手术的病人数据 结果发现 在手术前服用阿斯匹林不但不会防止手术后心脏病突发 反而会增加手术时打出血的风险 为防止血栓的形成 不少心脑血管病患每天都要吃一次阿斯匹林 然而在手术前什么时候停用需要斟酌 研究者认为 应在手术前5天停止阿斯匹林的治疗 这将使病人停用阿斯匹林后的危险降至最低 而不增加手术中过度出血的风险 现在距离克罗拉多州和华盛顿州的大麻被合法化 已经过去一年多的时间 此刻美国有超过一半的州都在考虑把这种毒品无罪化 或是合法用于医疗或消遣的目的 有两个州极有可能在今年跟随克罗拉多州和华盛顿州的脚步 全面大麻合法化 他们是自由派民主党占统治地位的俄勒冈州 和秉持自由意志论的共和党占上风的阿拉斯加州 这一点显示大麻已不再是严格意义上的两党议题了 支持更宽松的大麻法案的倡议者表示 包括全国性民调和州级民调显示 公众对大麻合法化的接受度正在提高 从3月31日起 加拿大境内的普通信件优费将从63分涨到85分 涨价幅度约为35% 购买85分的邮票是 如果满一连则每张85分 如果单买一张邮票价格为一元 永久邮票上有一个标记P 尽管当时售价很低 现在仍然可以继续使用 消息称 为了减少损失 去年12月 加拿大邮政就提前通知 邮费会大涨 加拿大邮政表示 使用数字通信的人越来越多 信件量下降到历史的最低水平 邮政经济损失严重 如果任其发展 持续亏损会让公司难以为继 这对纳税人和客户来说 明显是个负担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来关注一下 今天中国两岸三地的新闻重点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欧洲的访问行程 当地时间4月1号启程回国 在结束访问前 比利时国王菲利普和王后在布鲁日广场 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欢送仪式 习近平在菲利普国王的陪同下检阅仪仗队 菲利普国王和马蒂尔德王后 陪同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一起站上检阅台 军乐队奏两国国歌 2014博奥亚洲论坛即将登场 台湾领导人马英九一号接见台湾代表团成员 并提到近日的反扶贸活动 马英九表示 部分学生的抗争是对两岸关系发展 有难以名状的恐惧 但大陆企业并非洪水猛兽 通过抗疫事件 可让民众更加重视台湾的经济和两岸关系的发展 在台湾 中华统一促进会总裁张安乐 和支持福茂的劳工团体 一号下午一点半率领2000人前往理法院和学生对话 并打算夺回理法院 警方担心双方冲突 封锁通往立法院的路口 支持福茂的民众无法进入 和反福茂民众隔空叫嚣 速度爆发冲突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好让我们先休息一下 回来还有财经发言消息 不要走开 欢迎回来来关注华尔街方面的消息 我们来看星期二美国华尔街股票市场走势情况 美股在星期二的走势又重复了星期一 早是开盘的事态 以开盘三大指数都是跳高 开出随后升幅有所收窄 但是经过全天高位盘整之后 收盘三大指数还是上升所收 而且升幅都比早是开盘为强 标准波尔500指数又创了历史新高纪录 市场人士根据当天公布的经济数据来判断 美国经济强劲增长是能够经得起恶劣天气的袭击 所以到目前为止天气过去因素过去之后呢 出现的经济数据基本上还都是出现向好的 所以对美国一些经济增长比较敏感的类股 都是出现正面的支持 那么在各行业类股当中可以看出来 金融类股科技类股是领生的两大类股 而消费型的类股呢也是出现比较明显的上升 各股当中赌场业升幅是相当的不错 Win Resort也就是在澳门有比较大的分支机构 因为他们的销售和营业都出现相当的向好 所以出现明显的上升 而科技类股当中领头上升的要算是思科系统 他们呢可以说是去年五月份以来最高的升幅 当然在星期二也是不排除出现一些观望气氛 因为从星期三开始有一些陆陆续续的重要的经济数据出台 关键是星期五的劳工就业数据才能够进一步 对市场有一个明确的方向投资人 目前应该是场外观望还是经常追捧机油股 而根据全年的经济增长 根据股票市场出现上升 个人的投资呢也是水涨船高 当然星期二走势是向上乐观情绪 水涨心态相对来说也比较浓厚的 以上是星期二情况 报告于是庞哲有约报道 来看看今天的全球责经指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另一方面首届北美电影学院连展 日前在南加州大学举行 来看不到 第一届北美电影学院连展 3月28号晚在南加州大学举办 来自南加州大学 加州大学 洛杉矶分校 纽约大学等六所顶级电影学院的十部优秀作品 展现了新锐导演的实力 包括好莱坞电影制片人 导演 影片发行方 和电影学院学生在内的近200人参加了本次活动 电影连展主办方之一 安娜伯格电影宣发协会主席杨多多介绍 举办这次电影节 是希望更多的人能看到和支持 北美电影学院的中国学生作品 这次活动是AFMA和Icon Union一块举办的 AFMA是从USC出发的一个电影宣发的组织 这个组织成立的目的是希望能够在锻炼 我们这一届宣发和制片的人才的同时 能够给那些电影人北美新生代 来提供一个展示的平台 好莱坞著名电影制片人杨燕子 华师电影发行公司副总裁Robert Lamberg 爱美奖评委 资深制片人孙旭 和好莱坞独立制片人兼导演田芬 担任本次活动的导师 孙旭老师认为 他看到了中国电影的未来和希望 这是一种朝气蓬勃的新生力量 中国的文化创业产业在大发展 电影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就像现在的洛杉矶一样 我希望这些学生 我看到这个片子让我感觉到很振奋 让我感觉到为中国的学生感到自信 他们能拍出融合了好莱坞精神 融合了好莱坞高级制作 同时符合中国受众的这样的电影 这才是中国电影的未来 参展民和旅店的导演王湛 就读于洛约拉玛丽蒙特大学电影学院 他谈到了拍片过程中 遇到的困难挑战和以后的电影计划 我觉得整个过程非常艰辛 因为基本上我是唯一的制片和导演 所以中间很多事情都要去 deal with 然后很多pressure很多problem都要 deal with 首先现在这个片子还想继续把它完成 把这个故事讲好 凤凰卫视前立涛洛杉矶报道 来自中国台湾新加坡等地的42位长者 今日启程进行北加2000公里万岁千里气活动 来自台湾的奖励老人 今年93岁 此次带领42位老人准备登车 用21天时间由温哥华行至旧金山 此次活动由台湾传神居家照顾协会主办 名为万岁千里气 所以就从这里的China Town 然后到美国的西雅图 波特兰旧金山 每一站的中国城 我们要去关心那些老桥或者新桥 告诉他们成为当地的骄傲 此次活动受到温哥华本拿比市政府的支持 市长在今天宣布 将4月1日定为国际老不休日 并与老人们共舞 欢迎来自中国台湾及其他城市的老人们 来到本拿比市展现健康与活力 参加车队的康梦林老人表示 此次并非第一次参加长途登车活动 和伙伴们跋山涉水 不断挑战新旅程的目的 是为了向世界宣传他们老而不休的精神 带动其他的老人一起走出来 跟我们一样的健康 一样的思维 我们这个做法是非常好的 比如说老人家走出来有病生病 像我身体就很好 此次万岁千里气活动 老人们在今天由加拿大温哥华启程 每天平均行100公里左右路程 途中将经过加拿大维多利亚 美国西雅图 波特兰至旧金山 全程约2000公里 老人们会在途中 访问当地唐人街及老人院 与华侨进行交流 凤凰卫视祖克勤 李东尼温哥华报导 来看一只华星保险的短消息 现在很多朋友会通过购买房屋出租的方式 来获得固定的收入 那在购买出租房的保险时 有哪些地方需要注意呢 首先出租房跟自住房是两种不一样的保险 那自住房的保险通常来讲会比较贵 因为自住房会包括室内的私人财物的部分 例如今天火烧了自己的财物 或者是遭到偷盗的话 而自住房的保险都会出来理赔 那出租房内因为没有屋主的财物 所以一般来讲呢 是不会包括这个部分的 但是今天屋主如果刚好有提供家具 给自己的租客的话 可以特别跟保险公司提出来加购这个内容 那第二个要注意的是呢 出租房的房屋的重建价值 一定要保得足够 一般来讲保险公司的重建价值 会根据房屋的面积 建造年份跟建造材料来计算 因为它不包括地的价值 所以它跟市场价值是没有关系的 同样的一个房屋 不管是在比较好的地区 还是在偏人的地区 对保险公司来讲 它的重建价值都是一样的 所以只有重建价值保得足够 在发生事情后 屋主才可以得到相应的赔偿 那第三个很重要的 就是房屋的责任险 因为屋主没有住在里面 所以如果今天屋主跟租客 有任何的纠纷 或者有人在房屋里面受伤的话呢 屋主很有可能会遭到诉讼 这个时候出租房的责任险 就会出来理赔 大家要注意的是责任险 要需要保的高 那屋主才会有比较好的保障 那如果今天屋主拥有很多个房屋 我们一般还会建议 加购一个余三险 余三险是一个至少100万的责任险保额 如果说屋主怕遭到诉讼 而损失财产的话呢 加购一个余三险呢 是一个比较好的保障 要提醒大家的是 其实保险公司是没有保空屋的 所以在装修后 要有租约合同的情况下 保险公司才能承保出租房的保险 以上就是这些新闻 感谢各位的收看 观众可以随时登陆 全新iPhone US.com 收看节目重播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凤凤凤美洲新闻友 齐心同创 富足未来 富国银行 地图表 华人独家代理 李新华翡翠京城 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让Stay Farm和奥车曼保护你 想更好迈进 世界品味 东方魅力 中国东方航空公司 联合赞助播出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